嗨,我是塔塔 我们今天一起去看一下16号的运势如何 来,首先我们手上有四个数字 分别是四五七九 OK,选一个 选好的话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我们先抽四张牌 对应一下这四个数字 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那16号我们全天的运势如何 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 为何做什么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OK,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选择四号这组的小伙伴 都到的是这张全帐 我觉得这张牌代表着 你16号那一天会有一个非常强的状态 会有着非常好的竞争力 所以我会觉得 这天是一个特别适合的话去学习 甚至我可以说是特别适合去 去加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也就是意味着 你通过你自己心情的工作 你的努力,你的学习 你能够得到的成就 或者你能够取得的成绩 能够帮助你领先身边的同龄人 或者是你的竞争对手 那你通过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通过你的努力,你的付出 你即将在你们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 脱影而出 无论你是公司里面普通的牛马 还是说学校里面的学生 都有可能在你的竞争对手当中 因为你的优异的表现 达到一个得到团队的认可 得到领导的认可 获得更多的机会 那同样这张牌在感情当中 我的建议如果说你喜欢的女生 或者说你喜欢的男生身边 确实实是有蛮多的追求者的 那这个时候在16号这天 你选择主动出击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不到的收获 OK来我们看一下 选择5这个数字的小伙伴 来抽到的是这张 新币切的这样的能量 对所以我觉得16号这天 你的财运是不错的 好吧来让我们去看一下 首先非常恭喜你 你的工作状况是比较稳定的 好吧对也有一个相对来讲 不错的收入 但是呢你的工作状态 是属于手停口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好吧这是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16号这天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机会 可能对于你来讲 你觉得这个机会有着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吸引力 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猎头会去找你 你觉得薪资啊各方面不错 你也觉得很有挑战性 你也可以觉得 你可能也会觉得当下手的商品 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你的舒适圈 你也想去迎接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但是呢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 是劝你慎重一点 好吧慎重一点 因为你其实可能就处在一个干一天 有一天收入手停口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你可能不太能够经得起太大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好吧 所以如果一不踏错 很可能对于你来讲 会承受一个超乎你预料之外的这样的代价 那如果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给你的建议16号这一天 对你在学试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诱惑 会给到你 比如说会有朋友的话 约你出去玩 或者说去做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给你的建议 可能你还是 对如果你真的确实觉得很疲惫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去放松一下 好吧 活跃一下自己的神经 放松一下自己的这样的神经 那如果说你接下来的行程当中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安排 比如说考试啊 或者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行程 那我给你的建议 可能还是需要更专注一点 好吧 对这是16号这样的运势 选择这一组的小伙伴 OK来我们看一下 选择7号牌这一组的小伙伴 抽到的是什么 首先的话是一张 立位牌的保健物 OK好 首先的话我就说一下 我觉得这张牌 代表着一个16号这一天 可能你会出现一些争执 会跟身边的朋友 会出现一些争吵 甚至是你们会陷入到一场辩论 这个辩论可能是涉及到一些什么 比如说科技 比如说军事 政治啊 这方面的一些辩论 好吧 一些讨论 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你是处在下风 你们是有几个人 在一起共同的去讨论这些事情 好吧 对 所以可能你会有一点点 事单利固 或者说你的一些认知 跟别人的话会有 会有一些不同 对 所以这张牌的话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你在心智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你的认知 你的心智 可能会对比同年人来讲 或者说身边的朋友来讲 可能会 会有这样的一些优势 但是我觉得这张牌的话 在提醒你 谨言慎行 好吧 对 很多东西 与其去辩论 去争论 不如说想他实际的去做 对 可能对于你来讲 会更有好处一些 好吧 也能够帮助你 更好地去融入人群 不至于被落单 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好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给你的建议 就是从这个牌面来讲 如果说16号这一天 你们和朋友之间 发生一些争论 或者说同事 或者说同学 那最好的话就是 适可而止 好吧 不要趁劲 去坠机 不要去奚落别人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 那如果说是 感情当中 很可能 伴侣之间会 会出现一些争吵 当你感觉到出现一些争执 争召家族观理念的一些分歧的时候 如果你有信心 能够通过沟通的方式 把这些问题 真的明白了 情况下 我觉得花点时间也无妨 但是更有可能的事情 会闹得不可收拾 会破坏一整天的好心情 好吧 所以如果有那种争吵的 标准 我给你的建议 这个儿子 及时的终止转移话题 好吧 我们这张 保健5的这样的一个牌 OK 我们看一下选择9号的数字牌 抽中的是什么 好吧 是一张 保健6这张牌 保健6这张牌 其实是一张非常好的牌 它是从混乱 走向和平 走向平衡 我觉得可能在 在16号这一天 你下定决心 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能是学习 通过学习 通过提升自己的认知 通过提升自己的心智 去武装自己 可能在此之前 你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你感觉到很繁杂 对 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焦虑 你好像就是 自己感觉到 身处绣 或者这样的一个中心 你成为了一个矛盾的 这样的爆发点 你可能跟身边的人 出现了一些争吵 甚至是会有一些 离家出走的 这样的一些状况 或者说你在意的人 你爱的人 离开你的身边 好吧 对 所以总而言之 你的生活 非常一片混乱 那你 对 你在16号这边 下定决心 对 从混乱走到和平 或者说从混乱 走到平静 那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这种方式 是提升自己的认知 对 提升自己的心智 用知识来去武装 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解决问题的钥匙 让自己重新获得平静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张 对 这么一点保健六 我觉得无论是工作也好 对 你的工作的话 叫做乱饿 对 还是学习也好 我觉得在这一天 你可能需要做的 不是说把手头上面的事情 坑吃坑吃的 像刘瓦一样的 低头是吧 干好 反而来讲 应该停下来 去思考一下 你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哪一方面的话 你是不够的 你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去学习 不论是提升自己的技能 还是提升自己的认知 都是你突破当下 障碍困难的 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好吧 我觉得眼下 那与其去解决问题 不如说让自己安静下来 不如说让自己平静下来 去平复一下 自己躁动的 这样的一个内心 可能对于你的工作 对于你的生活的话 会有更大的帮助 但如果是在情感当中 我给你建议 可能你们之间会 情绪之间 会爆发非常严重的分歧 甚至是会出现一些 严重的争吵的 这样的一些状况 很可能的话 面临搬家 或者说分手 的这样的一些局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当下 还是要把自己的 要安抚好对方的情绪 同时也要让自己 平静一点 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吧 在16号这天 各自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平静下来之后 再来去面对 你们之间的问题 可能会比你一直的话 在那耗着 会有更大的帮助 好吧 这就是我们16号的 这样的一个运势了 那希望各位 看到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明天再见 拜拜